第一季的中国好声音已经过去了好多年 在这档节目上有很多人都实现了音乐梦 也因为这个节目他们改变了平凡的人生 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档节目 看着熟悉的面孔 他们经历的一切也一幕幕的出现在脑海 梁博 吉克 俊逸 金志文 如今呢这些人已经有了自己的代表作 梁博的男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金志文远走高飞 在娱乐圈 他们也因为这些代表作有了知名度 而作为唯一一个获得满分选手的他 如今却有音讯 也许你还记得在中国好声音上的光头平安吗 台上的他一曲《我爱你中国》获得了满堂喝彩 当时的他虽然没有夺冠 但是人气丝毫不低于冠军梁博 然而就是这个有着超高评价和起点的歌手 为何隐退歌坛这么久 甚至还沦落到了卖车的地步 平安到底经历了啥 今天就带大家一起了解平安背后的故事 平安出生在上海 父母都是有着文化的文化人 一个被保送南开大学 另一个被保送北京大学 而平安在这样充满文艺气息的家庭下长大 学习成绩自然也不差 一直是班级里的前几名 而他之所以会接触音乐 爱上音乐 全都是父亲的影响 用平安的话说就是 父亲是我音乐之路的启蒙老师 平安的父亲很喜欢音乐 所以在父亲的影响下 平安从小就学习小提琴 各种跟音乐挂钩的平安都会学 慢慢的 平安也感受到了其中的快乐 对音乐也有感兴趣到热爱 从小学起 他就会参加各种比赛 也正是一直参加各种各样的比赛 让他对舞台有了更大的向往 他享受在舞台的感觉 遗憾的是 平安在大学的时候没有主攻音乐 因为当时他并不确定 他能不能在音乐这条路上走远 所以他读的是金融会计双专业 不过他并没有放弃音乐 经常趁着空闲时间 参加学校的文艺演出 偶然的一次机会 平安被上海音乐学院的教授发觉 觉得平安的潜力无穷 就指导了一下平安 那一次平安才算正式的接触正规音乐 在那之前 平安都是凭着自己的感觉唱 在教授指导后 平安学到了一种特别的唱法 那就是把美声和流行音乐结合起来 说的通俗易懂点 就是用美声唱流行歌曲 既保持了流行的特色 也显得高大上了 随着越来越深的接触 平安渐渐有了自己的追求 他不是在简单的玩音乐 而是更加用心的做音乐 早期的平安还和朋友组建了一个乐队 还创作了自己的单曲 《想你我学会失眠》 《上海一夜》等等 不但如此 平安还开过自己的演唱会 可能因为音乐太小众 所以很多人都没听过 但是这些都是属于平安的荣誉 什么时候平安大火起来呢 那是在2012年的 《中国好声音》的节目上 平安作为第二期最后一位选手上场 以一首轻摇滚版的歌曲 《我爱你中国》 打动了观众和评委 从而被杨坤收入门下 那一首歌 让这个小光头被无数人知道 毫不夸张地说 在舞台上的她是最闪耀的 在杨坤的队伍中 她更是细心学习 以绝对优秀的实力闯入四墙 凭着一首洋葱强势胜出 打得对手是措手不及 在剑入四墙后的平安 又以一首 Where's the champions 赢得了99家媒体的认可 99家媒体评审团 全部认可是什么概念 是史无前例的 足以证明平安的实力是有多强 虽然最后她并没有夺得冠军 但是在不少人心中 她是当之无愧的冠军 从初到一直到现在 平安永远是顶着一个光头 戴着眼镜 虽然是光头 但是她身上的气质 总会让人忽略她的光头 在好声音音曲成名后 央视注意到了她 因为她气质好 还会唱红歌 所以就邀请她参加春晚之类的节目 来来回回 平安已经上春晚高达五次了 可以说平安是整个好声音中 最受央视欢迎的歌手 毕竟春晚可不是谁想上都能上的 但是令人奇怪的是 平安这么多年一直不温不火 除了在春晚上见到她 我们很少在别的地方见到她 有人说她已经退出歌坛 也有人说她虽然唱功好 但是资源不行 再加上她不善于管理形象 所以我们才看不到她 至于真相到底是什么 我们却不得而知 而近日显少露面的平安 却出现在了大众的视线 引起了网友的热议 她不是带着新歌回归 而是转行做了汽车评估人 在视频中的平安 身穿黑色短袖 依然是我们熟悉的黑矿眼镜 十分专业的介绍车的功能和性能 而她做测评的视频 也受到很多网友的好评 虽然觉得平安这样是大才小用了 不少人也为她惋惜 但是我倒是觉得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选择 既然平安选择了这份工作 就代表它是有意义的 因为现如今的歌坛 已经不跟从前一样景气 就连杨坤都曾表示 近两年的歌坛不行了 歌坛难混 就连娱乐圈也是生存不已 也难怪平安会选择另一份工作 因为在她的身上 还背负着整个家庭 在消失的时间里 平安遇见了携手医生的人 据知情网友爆料 平安的妻子跟她是大学同学 两人兜兜转转才在一起 这么多年感情生活一直很稳定 再加上妻子为平安 生了个儿子 一向低调的她 一直等到儿子生出来 才公开结婚的消息 实在是藏得太深了 也正是因为有了家庭 这身上的担子更重了 生活所迫 她不得不抓紧赚钱啊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关注乐坛名人 带你了解明星背后的故事 有喜欢的歌手欢迎留言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啦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